不過台灣人真的對疫情是很自治也很自律的 因為你看在週末期間一直呼籲說大家不要出去 我從剛剛中天的線上人數就看到 大家真的有乖乖待在家裡 不僅說我們的子頻剛剛一度到了2.7萬 現在大概也有2.5萬 主頻大概也是2.4萬左右 所以將近5萬多人繼續的看中天 那我們也繼續的把這個最及時的資訊提供給您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現在本土疫情連環報 病毒是不分 你說你是平民百姓 你是高官 甚至說你是立委 都有可能會有狀況 我們來看到立法院前一天才爆出來說 有助理確診的立委羅志正 他的助理5月20號的時候爆出助理確診 結果今天他再度證實說 他另外一位辦公室的同仁也確診了 這兩位確診的同仁就坐在前後排 目前他還有兩個助理正在等待採檢當中 那至於他自己呢 他自己目前是二採陰性 說他說目前的狀況都OK 還特別寫在臉書上 不過這個助理染疫的事件也讓立法院 現在也不敢大意 一大早你看到這個消防單位就趕快進駐 徹徹底底的每一個地方來做大消毒 你看到這個立法院的尤其昆講說 國會消毒不會鬆懈的 立法院會加強消毒 就怕說這整個事件變成立法院的風暴 我們來看看 從立院階梯到議場內桌椅 身穿白色防護衣的人員在立院進行全院大消毒 立委辦公室走廊也不能錯過 因為立委羅志正在有一名助理確診 國會助理累積兩個人染疫 都在立委羅志正辦公室 分別在20和22號確診 兩個人的座位就坐前後排 目前還有兩名助理居家隔離等待採檢中 羅志正二採陰 同層樓隔壁鄰居的立委賴生林 如臨打敵 我們辦公室還是採取自主健康管理的方式 那我請同仁每天量體溫 然後在賴群組裡面回報 除了量體溫 同羅層立委也請辦公室同仁 下週盡量不要到立法院才居家辦公 畢竟算一算 每間辦公室可能就有七八名的助理 移動辦公大樓可能就有六百人在穿梭 還不包括其他的訪客 立法院緊急大消毒 就怕國會殿堂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記者余盛行程進以台北 現在更嚴重的狀況是說 疫情升溫連第一線的警銷都淪陷了 是在台北市刑大有一名小隊長 最近發燒快篩陽性 結果經過PCR檢測是確診的 成為台北市首例的警察染疫 那刑大的大樓 你看到也是非常緊張 趕快的來消毒 而且同隊 真四隊有二十名同仁 現在都要居家隔離 並且安排快篩 不只是警戒 剛才講到北市的消防局 在昨天針對執行防疫專案 以及萬華分隊的同仁來做快篩 也有多名的消防隊員呈現陽性的反應 這些人都要進一步來進行PCR的檢測 不過警銷不只是自己會身陷染疫的危機 在新北市還有消防員 因為長時間就要穿那個防護衣 真的是非常悶非常熱 現在又是夏天 熱衰竭病倒 只能在分隊裡面打點擊休息 現在救護的能量是否已經瀕臨崩盤 也引發了議論 消毒人員全副武裝 在警局來回清消 地下室走廊 大廳辦公室 甚至是電梯 無一不放過 仔細再仔細 這裡是台北市行大 驚傳原警染疫 成了台北市第一位確診警察 行大大樓瀰漫緊繃氛圍 因為一名家住萬華的零星小隊長 二十號發燒快篩陽性 進一步核酸檢測後確診 送往檢疫所隔離後 已經沒有發燒症狀 而與小隊長同隊的真四隊總共二十名員警 目前居家隔離也將進行快篩 不只警戒確診 就連消防也身陷危機 北市消防局二十一號針對執行防疫專案 及萬華地區消防分隊進行快篩 竟發現有多名消防員 呈陽性反應 除了先行隔離 也將進一步進行PCR檢測 嚴峻疫情 消防員救護更是高度戒備 甚至因為長時間穿防護衣 出現熱衰竭紛紛病倒 出現頭暈 及身體無力的狀況 下車都有一些困難 就趕快幫他緊急脫妝 防護衣鞋套穿了一層又一層 消防員出勤包得密不透風 為了跟染疫者隔離 車內又不能開空調 一趟救護幾個小時下來 消防員屢屢出現熱衰竭 甚至病倒 只能自行在分隊內打點滴休息 消防署有訂定了一個 三級疫情警戒的救護應變的指引 建議駕駛艙的部分要開空調 但是是由外到內部去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車窗要打開 第一線警校為了救人 自己也被波及 基層無奈 只希望民眾不要隱瞞接觸史 否則只會讓救護量能全面崩盤 接著林鎮堅黃玉蘭台北新輩採訪報導